大家好,我是張旭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是 BMW X7的發表會現場 那它已經公佈正式售價是488萬元 那它只有在國內目前提供 X-Drive40i單一車型 然後它是七人座的設定 那X7自從它的概念車出來之後 最受大家矚目的當然就是它 揭示了BMW全新的水箱護照的家族與惠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量產車上面 它一樣維持這樣的基調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雙盛型水箱護照 而且它是非常方正的 那相信大家蠻好奇它的大小的 那我拿一支iPhone來跟它比較下它的這個大小 可以看到其實是真的非常的大 然後呢它這個水箱護照呢 裡面一樣還是具有 像BMW之前有一些車款會有的 這個AirCurdon主動式這個 通風閘門的一個設計 它會依照車子的這個 等於引擎式的冷熱或者是風阻來進行調整 開或關 它的整個水箱護照 好那在這邊呢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發表會上所展示的車款 它是選配了雷射頭燈組 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實 整體的這個燈組會看起來更為科技 而且中間呢 它也有這個藍色的 移工識別 那這個藍色的識別出來呢 它就是代表它是雷射頭燈組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方呢 它這邊有配備LED的這個前霧燈組 然後我們再來走到車側 車側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因為X7它的整體的車身 非常的魁梧 也配上了一個 22吋的大尺寸乳圈 而且呢 剛剛 產品人員跟我們講說 其實 為了要符合它整體 非常豪華典雅的性格 所以呢 它的整個輪拱呢 是採用 增圓式的一個設計 好那我們再往後走 往後走其實可以看到它的 車側的AirBreather 這個 通風氣連的部分呢 其實 它的這個 氣孔 它是採用 一個鞋子式的 連著這個輪拱鞋子式的設計 跟它的概念車不一樣 它的概念車是垂直式的 但是在量展車的版本呢 它是 隨著輪拱鞋子的 然後它一路 把這個鍍鉤 它的視條延伸到底下 車側整個 拉到車尾處 那在下方呢 X7 它在國內也標配了 這個鋁直的登車踏板 方便 讓整個乘客 能夠上下車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車側部分呢 其實包含它的 整個窗方 還有它的 車頂形底下都是採用鋁直 這個鍍鉤的設計 因為X7它整體的車身 它已經長達了5米1 車身大小的剛好是介於 7系列短軸跟7系列的長軸之間 所以它的 整體的車廠呢 是相當長的 然後它的 車側呢 在車尾的窗框那邊呢 也還是有包含 BMW有穿的 Hawk Thermizer Kink的這個折角 然後在車尾的整體 尾箱的布局部分呢 它其實跟 X5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 它整體的這個車尾門呢 是採用對開式的設計 比方說我現在 打開來 它可以看到 我開啟了上半部的這個尾門 然後再按一下 它其實 可以開啟下半部的 這個 這個下半部的尾門 你其實 除了拿取貨物非常方便之外呢 拿取行李非常方便之外呢 你也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去 可能享受一些釣魚啊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戶外活動 那S7它在 尾箱的最後側這邊的左側呢 它其實有一整排的電動 座椅調整機能按鍵 可以看到最前面這一排呢 它是調整 第二排座椅的電動傾倒 後面這一排 則是調整 第三排的電動傾倒 然後 最後面這兩個按鍵呢 首先上半部這個 MAX 然後畫一個乘客按鍵 它則是代表說 你如果 已經傾倒部分的這個座椅的話呢 你就可以一鍵按下 然後 它就可以回復成 七人座模式 那 它會有畫一個MAX 行李箱的按鍵呢 它則是代表說如果你需要一個最大的行李箱空間的話呢 它可以一鍵呢 就可以把 第二排以及第三排座椅 進行傾倒 好那它行李箱底板下面呢 它其實有個空間 它可以置放它的 比方說就是遮物捲簾 或者一些小東西 有一定的深度 這樣子 然後它的行李箱容積的部分呢 它在整個 三排都立起來的狀態下 它是 只有提供326公升 傾倒第三排的話 它則是有750公升 如果你是把 第二排以及第三排全部傾倒的話呢 則是有高達 2120公升這樣一個行李箱容積 然後呢我們現在示範一下如果把這個椅子全部立回來的 直接立回來一個 電動座椅的狀態 按下去 你看它先把 第三排的座椅立回來 然後它現在再慢慢的把 第二排座椅也立回來 好 好 這樣就完成它整個 第二排以及第三排全部立回來的動作 那我們只要再把 第三排的頭枕 手動立回來 它就可以完全讓 7個人 乘坐在這樣一個大空間裡面 好那在這邊 在這邊呢 它的車尾 門板上 除了 開關這個 下半部的尾門的按鈕之外 在它右側呢 大家不要按錯 我覺得就是它這邊有一個降氣壓懸吊按鈕就是方便你在 拿取行李的時候可以降低車身用的 但是 就記得 你在 開這尾門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需要降氣壓懸吊的話 盡量不要去按到這個按鈕 那 關起來的部分呢 其實 它可以 直接 進行 這樣子單獨的關閉 或者是呢 我再示範一次 好 比方說 如果把它 兩邊都開啟的話 我可以只按上面 它就同步做一個關閉 這是非常方便的設計 而且 你甚至還可以用踢腳感應 把它開啟 或關閉 直接開啟或直接關閉 然後在整體的 整個車尾設計格局方面 它也中央加入了大型的鍍鉻釋條 來呈現它的豪華感 好 我們現在 進來 X7的 車室的第100 可以看到它剛剛 因為它車子 那個高度蠻高的 它的整體的車高 就到1米8 左右 然後我們爬上來就可以剛好利用那個登車踏板 直接登上來 那麼首先可以看到它整個 中控台的切明 其實它跟之前登場的大改款X5 非常相像 它基本上是 高度共用的一個 兩款車型 但是 X7它在許多細部的細節質感方面 還是有呈現它不一樣的這個鋪層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台 我們今天所展示的這款車 它就是有選色雙色 選配的雙色的內裝 那再加上它的這個 頂篷呢 是採用 頂級這種 擠皮的這種材質 這個也是另外選配的這樣子 然後它剛好 可以跟它的雙色的這個藍色的部分 做一個搭配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整個前座的操作介面部分 它已經也導入了 最新世代 iDrive 7.0的這個全數位虛擬化做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包含它的12.3吋的儀表板 以及12.3吋的iDrive中央觸控螢幕 都是呈現一個全新的一個介面的設計 然後呢 它包含 它的 所有的 整個儀表板的 也 不再有傳統的指針 都是全數位的設計 然後 它的這個 中央 iDrive 7.0的這個螢幕呢 則是也有包含 所謂的 迷好BMW這個聲控助理控制的功能 在中央安座這邊的設計呢 它則是在這個XC上面呢 標配了所謂的 水晶中控套件 那什麼是水晶中控套件呢 就是包含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 排檔頭 然後還有它的 整個iDrive這個觸控 旋鈕的部分 以及它的這個 音量按鍵的部分呢 都是採用 施華洛士奇的水晶的一個材質設計 那可以看到後面這邊呢 它有一個 那個懸吊升降的按鈕 這是 S7它的標配 因為它有標配氣壓式懸吊 所以它就可以 總共有多達5段的車高的調整 那如果你 搭配 另外一個選配的套件是 X-Off-road的越野套件 那旁邊還會 有另外可以控制越野行車模式的這個波牛 那打開它的這個 置物盒可以看到它其實 在置杯架的部分有巧思 它是 有包含冷熱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 保冷 或者是可以加熱你的飲料 那它的前面這邊 的USB 是 傳統的Type-A 那其他 其餘在所有座位 旁邊的 插孔都是 已經改用Type-C的設計 然後在裡面呢 它也有提供一組 就是 無線充電的設計 你可以把你無線充電手機放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進行一個充電 或者是你的 螢幕鑰匙 也可以放在這邊充電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特別的是 X7跟X5有個差異就是呢 它在 這個部分 就是 你的 門把旁邊處呢 它有多了 可以調整 第二排 以及第三排的 電動調整按鈕 你剛剛在 後行李箱有看到可以調整 二三排 那在你的前座 駕駛座這一側呢 也一樣可以調整它的 電動傾倒的一些機能 這樣子 然後呢 它在整體的 上方的 這個全景式天窗部分呢 我們 這個 今天所展示的車輛 它是有選配了Skylounge的這個 LED光源的 氛圍燈 所以可以看到它在上面 其實它有多達 15000顆的LED 燈的小光源 它可以呈現你想要的那個氣氛燈的 氛圍的顏色 但是它這個只有坐在 第一排以及第二排上方的這個 全景式電動玻璃天窗 那它在 最後一排第三排的那個 玻璃車頂 則是沒有這樣的設計 那當然它的全景式 玻璃天窗跟最後一排的 玻璃車頂是標配 但是這一套 Skylounge是選配 好那我們直接來去 第二排來看一下它的 後座空間機能表現 坐進來 XC的第二排座椅可以看到 其實它在整個第二排座椅的 吸附空間是非常寬敞的 我至少 如果是 差不多這樣的距離的話 至少兩個圈頭以上 這個空間這樣子 然後呢 它在頭部空間呢 也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而且可以看到 剛剛我講這個 Skylounge的這個 圈景式天窗呢 其實讓它整個氛圍 那個呈現的 質感非常好 然後呢 在它的中央扶手後面呢 一樣 有 分為後面 雙區的這個 恆溫空調 它總共車內有五區 包含第三排 總共有五區 那這邊 可以獨立控制 左右兩側的一個 溫度 以及風量等等 那在下方呢 它一樣 也有提供 兩組的Type-C的 USB接孔 那甚至包含 像是它的 底面後方 這上面呢 各有一組的 Type-C的接孔 那它可以 藉由一些套件擴充成 比方說平板的一個套件啊 可以置放 一些你的 影音器材等等 這樣一個 空間機能套件 這樣子 那它在 B 座旁邊兩側呢 也一樣有後座 空調的一個出風口 X7 它在台灣這個488萬標準配備的 7人座配置 如果你想要像 海外是一樣有 那個後座 兩張獨立座椅的 配置設定的話 你可以加下4.8萬 來選配這樣一個獨立座椅 那它的整體的豪華感就會更為舒適 那其實 X7 它在後座豪華感呈現的部分 它其實還有包含 電動的遮陽臉 可以提供你比方說夏天 防止你曬傷等等 這樣一個非常貼心的配置 那坐在後座 的整體感覺呢 可以看到它 在後方的 這個頭枕部分呢 其實也有 像植蓉這個軟質的一個 座椅設定 它非常柔軟 所以你靠在上面 是其實 整體做長凸行車起來應該是非常舒服的 那也同樣可以透過 電動機能 進行 它角度調整 甚至包含 你前後的滑移 也可以透過旁邊的電動按鈕 進行 多段的一個調整 好那在中央扶手部分呢 可以看到 它一樣 有非常好的這種 P字的材質做包袱 整車都是很多 這樣的P字材質 這個就是它 後座中央扶手的一個 那個支杯架 其實後面可以 大概可以放一個小平板的一個 植蓉的一個空間 好那我們要如何進入 X7的第三排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邊上面 有一個前後滑移的按鈕 我們把它往前 往前移 往前移 好它就會往上往前 然後騰住一個空間 讓我從這個 走到這邊 往上爬 好 這樣子呢我們就進到了 X7的第三排 好那我們把第二排調整到 稍微可以 跟第三排比較平衡一點的 坐姿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的西部空間大概是 一個拳頭左右 然後呢我的頭部空間呢 因為它上面還是有一個玻璃車 所以它有點遲到一點空間 所以我頭部如果以這邊量的話大概是 兩個指頭左右 我的身高是178公分 那大概是這樣的空間 那可以看到它的左右兩側 我們上方那個視線這邊呢 它其實 一樣有 那個 空調出風口的設定 而且它五區恆溫空調呢 你可以直接從 車頂下方的 按鈕 進行溫度以及風量 還有風向的調整 然後它在 左右兩側呢 也各有個支背架 甚至它支背架旁邊還有 它這個羊木紋的飾板 它整體 不管是前座 第二排到第三排的整個鋪陳 都是非常到位的 甚至它包含它的麂皮的這個 頂膨啊 然後旁邊的飾板等等 都一樣 包覆著你 然後 我覺得整體坐在後座的話 它的空間感 並不會太舉觸 以這樣一個 大小的這個 LSUV來講 其實是算 蠻開闊的 而且尤其它搭配 搭配到這個全景式的車頂 甚至 第三排 甚至還有一個玻璃車頂的設計 它的 空間感是非常快 開闊的 那 一樣它的 這個 第三排座椅呢 你的 這個在 椅面的部分呢 它其實 第三排 也有支援 所謂的ISOFIX的這個接孔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方便 像 我們知道之前以往有些車款 它7人座 但是 它第三排並沒有ISOFIX的那個接孔 X7呢 它兩側都有 的這個 ISOFIX的接孔 然後它在旁邊 這個 小試蓋打開來呢 它甚至呢 也有 Type-C的一個接孔 我們這樣 剛剛靜態看完 X7在外觀以及內裝的表現之後呢 其實我們知道它的動力單元呢 在國內目前是只有提供 X-TRIPE 40i 這樣單一的動力 那其實 我們剛剛跟原廠 產品人員有聊到說 其實 後續會不會引進其他動力的版本 其實 總統一發言的這邊表示說 其實原廠後續可能會推出 M50i 這樣一個動力 目前國外是只有 M50d 這樣子 那如果 國外也有推出 M50i的話 他們會盡量去爭取 看看能夠 導入 那 目前來講 如果是以 X-TRIPE 40i 國內今年配額大概是250輛 那據了解目前已經接單 多達100張左右 所以其實它的銷售情況算是非常良好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其實 它在 對手部分呢 國外 前陣子 Mercedes-Benz也發表了 大概款的GOS 那GOS會不會在今年內導入 然後來跟 X7做一個對聯呢 我們拭目以待 好 我是Yuka的張旭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